人总有时运不济走备运的时候,有些人走备运的时候就一个人默默承受,有些人走备运就出去旅行,有些人走备运就和朋友诉苦。 可偏偏还有一些人他们时运不济的时候也看不得别人活得多姿多彩。 在十二星座里总想拉着别人一起受苦的星座女有哪些呢? 双子女,两面三刀当双子女遇到困难时可能会找朋友诉苦。 当双子女得知他们的朋友过得不如他时,双子女便会越觉得略有安慰。 可一旦双子女知道了他的朋友过得比他丰富独裁,双子女心里阴暗的一面便会被激发出来。 双子女会经常耍一些小聪明去舞蹈,你让你觉得自己过得非常不好。 狮子女,不许你好狮子女有天生的领导力,他们喜欢凌驾一切事物。 当狮子女过得不好的时候,他们是不会承认自己过得不好的,也不会允许身边有人比自己过得好。 狮子女喜欢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。 所以当狮子女,知道他身边有朋友过得比自己好,可能会和你爆发一些矛盾。 狮女女,完美主义。 狮女女的完美主义应该是众人皆知的。 当她们遇到困难时是非常非常痛苦的,因为狮女女根本不允许自己不好不优秀不完美。 狮女女会祈祷整个世界都是不好不优秀的,这样就完美了。 她们会变得格外敏感对任何事情都变得千情计较,不像之前那样大方开朗了。 天仙女,拉你像水天仙女是二星座里报复心最强的。 她们非常记仇可能一件小小的事情,让她们不开心,累都会在心里偷偷记上你一笔。 偏偏你还不自知,当天仙女遇到困难时啊,你偏偏在天仙女面前聊自己的生活,如何多姿多彩,的话呢你真的在自掘坟墓了。 天仙女一定会找机会拉你下水的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